我靠 豬頭這個眉毛畫的簡直無敵 我靠 豬頭你這個眉毛畫的太性感 今天晚上的話會有best大雨神豬頭還有這個ample這個人 他以前也是效率過KT戰隊的 和教主是同齡人都是92年 就是這個ample 上場了 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場的TVP了 好 學習一下 好 學習一下 哇 是 他在联系列全部也是 而第三屆第四屆都是flash 不過他第一屆的時候還沒有叫ASR 所以這是ASR的第四屆 小美 哎豬頭這個眉毛畫的真的是太性感了 受不了 很搶劲他這個眉毛 這個化妝師幫他畫的嗎 怎麼會畫成這個樣子 對 这组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 大雨神和猪头 大雨神现在实力真的很强 乱干教组 现在没有解冻 今天是一组的比赛 解冻在周三 周三才有李解冻上述 不知道解冻能否杀进正赛 看解冻那组有谁 嗨呀 夏普和迷你 那我感觉解冻还不是很好出现 白色你怎么看到的白色 我怎么都看不到白色 他夹这么紧了 你还能看到白色 也是有点实力 我还没看过 我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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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的 我似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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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相当感觉 我现在试试了 最近 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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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组四个人 小组双败 出现了两个 现在 我不是说 不太认识 我似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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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解冻嘛不好说 他那组的话 mini和sharp都很强 嗨呀的话 可能稍微要弱一点 大家解冻打sharp和mini都不好说 sharp和mini都很强 明天的话会有火冰登场 火冰宝儿 by hill和snow 明天这组的话 火冰也是非常的凶险 不过真的到了16强的时候 才是最凶险的时候 现在还好 24强的话 每个组还是有一个 最少有一个稍微偏弱一点的选手 但是到了正赛 16强正赛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现场人还是比较多的 第一场的话 那best要对战ample 能快进补可以啊 可以快进啊 你只要把阿菲卡电视台买下来 你跟他们说 你跟他们说 把前面的这些都给我去掉 我直接开 我要直接看比赛 就可以快进 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有 就是钱还不够多 这些赛程的周期也是很快 原来都是一周打两天 现在一周打三天 这样的话 这样24强的比赛 估计一个半月也就打完了 这个赛季 他可能想在过年之前再来一季 这样的话 他10月中旬打完 休息半个月 11月初第五赛季开赛 还选 然后打到1月初 今天就可以再打一个赛季 看下一个出现情况 A组是小Killer和Lover出现 第二组是 B组是SSEK和Stock出现 C组是Efort和Mand出现 今天是E组 F组和D组的话是在明天和后天 D组也是会有解冻登场 24强是没有教组的 教组是上阶的冠军 上一届的4强选手在16强在等着这些人 24强的话分为6个小组 每个小组出现两个 晋级12位选手 12位选手后和上一届的4强 组成这届的16强 然后再进行重新的一个分组 对 Lust是被SSEK淘汰了 被Stock淘汰了 正常 SSEK猛如虎 看下过往成绩 过往成绩的话 Best是进过一次4强 进过一次8强 进过一次16强 还有一次是没出现 而猪头的话是 进过两次24强 一次16强和一次8强 猪头是一直在正赛之力 正赛里面的 大雨神是进过一次16强 然后进过一次24强 因为大雨神的话回归比较晚 第一届和第二届是没有参加的 所以他也算是在打的时候 都都在正赛里面 而这个 Ampel 只进过一次24强 所以这组的话 Ampel的实力要稍微弱一点 但Ampel在天梯上也是有3000分的实力的 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AASR积分是2755分 排名第8 对战人族是5胜5负 对战神族3胜1负 Best的PVP现在确实是一把好手 他原来叫Ampel 对战神族一胜两负 33.3% 也就是说他在第二赛期的AASR上 还赢了一场 来看他赢了谁 第二赛期的AASR上 他没关系的 货带期的Best T псих这个Best 很难以为 我们将会认为 这一场合选的 Bes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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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uk AASR上 Bes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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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赛期他是1比0战胜过鬼妹 然后输给了毕老爷 最后决战局又输给了鬼妹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由best对战ample 一场tvp 地图是淘金热 多多多解冻情况 解冻现在状态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两天我看他练习的话 还行 虽然说他对阵拉绳和教主的时候 胜率是偏低一些 但是打其他人的话胜率还可以 看孙女朋友苏生在地图 左侧9点钟位置绿色的人族ample 这个图画的很有意思 但是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画了一个红十字 意义不明 毕竟看不懂上面写的字 孙女赛基督右下角 红色神族 Best WGM战队 这个也是韩国三大战队之一 看一下这边开局 神族是选 Best这边是选择了一个裸双 人族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常规的SKT1 SKT1的一个开局 裸双直接从外圈去探 马率没法提高 再提高的话会卡 这个是720P的 720P的话可以保证流畅的直播 如果用1080的话 就会会非常的卡 其实720基本上该你能看到的东西也都能看到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哈哈哈哈 运气还是不错的 裸双然后第一点探到对手加重 这样的话人主要第一点也是可以探到 这个探到以后我就看 NPO这边Rub Rush 如果Rush的话 Rush就是拼操作 是否要选择和禽兽去拼操作 这边是两龙铭采气 两龙铭采气 看他会不会接一个VS 还是要Rud 好的 小伙子 拼操作 选择去跟神兽拼操作 可以我看好你 这边是一个两叉的开局 底包已经在照了 叉子是直接顶出来 这个叉子必须要顶出来 不顶出来的话 家中会很危险 如果是龟塑在家里面发手 会很危险 这样顶出来的话 在外面跟对手操作 叉子的存活率会更高一些 在家中跟对手操作的话 很容易就没有退路了 在现在这个局势看来的话 NPO这边是很难Rush下来的 Best这边操作非常不错 NPO这边 还要想休息宝 继续操作 卡位 第一个叉子的话是可以解决掉 但是地保修不起来 只要这个地保修不起来的话 都不是问题 雷车也是赶赴前线的战场 但现在关键是两个枪兵 现在属于一个洪雪的状况 现在把叉子点掉 这边农民围的很漂亮 Best这边操作也很nice 先点掉了你的雷车 农民继续围 还在拼命操作 两边操作都很好 都很好 两边操作真的都很好 这样的话 这波乱式是宣告失败 这波乱式失败的话 对于 人主来说已经是 大裂了 如果能把二矿农民杀完的话 还能打 二矿刚才还剩了好些农民 而且前线地堡也并没有造起来 这样的话 现在神出其实是一个很无压力的状态 单柄以后直接放V啊 这个开局确实是太赚了 看下这个雷车 就是要强行的进去侦察 一个 看下能杀几个农民 两个 杀两个农民 侦察了一下 杀两个农民的话 只能说不亏吧 赚是肯定不赚了 如果能杀三个农民的话就好了 但现在整体运营节奏上 人主还是吃亏 二组基地才刚放 神主这边二矿已经踩了很久了 加里面JVS 直接补到一个四并 单命以后 接四并 因为这张图的话 他不需要再往外侧开矿 他还可以去 三点钟位置 三点钟位置开矿 这样的话矿都是在内侧的 这边操作很nice 雷全部点掉 这边雷车师进来强行杀农民 还能杀一个吗 漂亮 又杀了一个农民 想要自己的二矿 现在是刚刚运作 而对手这边是有一个四并 四并就看这波爆发了 看拜四怎么选择 是选择 这个 出一根须需机强打还是 掩护自己散开 我是有威武啊